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基础系列最新一集 那今天的主题我觉得算是比较应景的 就来跟大家聊一聊怎么挑选更适合你自己的春夏必备的基础单品 然后怎么把这些基础单品穿得更加的时髦 那今天讲到的所有单品也都是我在衣柜当中精挑细选 我觉得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些 那首先要来说到的呢就是我身上的这种坦克背心 我觉得这两年啊,大家应该经常在网上刷到 很多博主就在夏天的时候 基本上就把这种坦克背心扮演久在身上了 算是一款比较简单 但是又非常容易创出时髦感的春夏单品 但是呢,这么简单的一个基础单品 其实在挑选上面都是有门道的 我自己总结下来 我觉得坦克背心对于身型的修饰主要有两种效果 一种就是显得肩窄,一种就是显得肩宽 那影响这两个视觉效果的主要因素呢 就是low幅度 在肩膀这个部分的low幅度越多 就会显得你的肩更宽 在这个部位的low幅度越少 就会显得你的肩膀越窄 那我身上这种版型 我觉得就是一半一半 就是宽肩窄一些女生其实都可以穿的 为什么呢 因为它的这个肩带虽然说离肩膀外缘很远 在这个地方low幅度其实是挺足的 但是呢,它的肩带本身是比较宽的 所以它对于宽肩有一定的修饰效果 而且这个宽的肩带 其实对于斜方肌有一定的遮盖效果 你看它正正好就是盖在你斜方肌这个位置 但是这个版型的背心 唯一一点呢 就是它的领口其实是偏高的 如果说你本身脖子是比较短一点点 你的领口这个地方本身比较局促的话呢 你可以利用这样子的项链 去手动的在这个地方 给它加上一个V字形 我让大家的视觉中心下移 这样子看起来你的脖子就会更加的修长一些 但如果你是非常窄肩的女生 对于这个显肩宽有很迫切的需求的话呢 我会更推荐你去买这种肩带非常细的坦克背心 这件Redone的坦克背心呢 因为它本身肩带非常的细 然后它这个肩带离肩板外缘又比较远 就比较靠底一点点 所以我觉得它在肩板这个部分的low幅度 其实基本上跟一字肩已经是差不多的 这件背心我觉得上次也有一个小小缺点 就是它本身的这个材质有一点太软了 所以它穿上身需要依靠非常多的配饰 去增强它的时髦感 它自己本身单穿 如果你搭配上做不好的话 就很容易像睡衣 这件Insys的背心 其实我之前就有跟大家说过 我觉得它会比较适合宽肩的女生 因为它的肩带本身比较宽 然后这个肩带离肩板外缘又比较近 就整体来说它这个肩板部分的low幅度 是远不如刚才那两件背心的 但是呢这件背心它的优点就是 它对于脸部还有脖子的修饰效果比较好 就会拉长你脸部和脖子的这个线条 那这个背心其实对于我这种肩窄的女生来说 我更多是把它作为一个撞色的打底来用的 因为Insys它今年出的这个背心 有非常多很好看的颜色 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 什么绿色啊嫩黄色啊天蓝色啊这些 我觉得作为衬衫或者是西装外套啊 一些jacket的打底我觉得还是蛮实用的 那今天身上穿的这件黑色的呢 我最近会用它搭配像这样子的西装外套 这件是low classic最新的西装给你们看一下 这样叠穿起来是不是一下子头肩比就变好了 穿这样子垫肩西装一定要记得把袖口挽起来 这其实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但非常的重要 穿这样子垫肩西装如果把袖口挽起来的话 就很像小孩头穿大人的衣服 我自己是觉得这样搭配起来的话 脖子的部分会有点太空了 简单的话我可能会搭配一条大金链子 但如果你觉得大金链子比较难hold住的话呢 也可以利用这样子的丝巾 给大家看啊 就是把它先叠起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打一个结 这样绕过来 简单打一个结就可以了 然后把这一边从这个洞里穿过去 然后丝巾这个地方稍微整理一下 这样看起来是不是整套穿搭就会更加的完整了 这套上半身的颜色都比较基础比较淡 我会更加偏向在这样子的穿搭里面去搭配一条饱和度很高的蓝色牛仔裤 我觉得这样子搭配起来的话呢 会更加的年轻化 更加的活泼 接下来聊到单品呢 就是不论春夏秋冬 只要聊到基础单品就绝对逃不过的白衬衫 那我身上的这件Acne Studio的白衬衫就是非常典型的 大家会在街拍当中看到那种时髦的衬衫 这类衬衫的特点就是它的版型宽大且硬挺 特别是袖子和肩线的部分会比一般的衬衫要宽大很多 这种版型呢也更加符合这几年流行的那种随性又坚定的大女人风格 那这种衬衫还有一个特点呢 就是它的领子会比较大 大家能看到吗 就是会比一般那种制服类的衬衫领子要大很多 我自己也会比较喜欢这样的版型 一是我觉得大的领子会看起来更加大气一些 还有一点就是大领子的衬衫它的搭配可能性会更多 比如说像这件衬衫 我就可以再拿起一条丝巾 还是像刚才一样把它卷起来 然后把它套在这个衬衫领子的下面 好像这样直接套着也可以 不过不是这样子 我要在这里打一个甜字结 最终打好的效果就是这个样子 我个人觉得在你单穿白衬衫 不是叠穿的时候 这样子面积更大的丝巾比起简单的项链 可以更好增加穿搭的层次感 第二件衬衫穿上身给人的感觉 跟刚才那间Acne Studio就完全不一样 这件衬衫是我几年前买的Mable 我现在穿上身还是很喜欢它的质感 就整体的材质什么都蛮喜欢的 但是它离那种大女人的时髦概念的气质 就差得蛮远的 它整体的气质会比较板正严肃一点 原因是因为它的版型就更加的贴身 然后领子非常非常地小 看见没有 所以也相对来说比较难穿的时髦 那我的补救方法呢 还是拿一个丝巾 这个丝巾是一个比较跳脱一点的撞色 然后也是像刚才那个样子 就是在这个地方打一个结 然后 系在脖子上面 然后稍微整理一下 可以利用丝巾去增加它领口部分的存在感 可以弱化它本身领子太小的这个缺点 然后大家在穿这种气质比较严肃的衬衫的时候 一定一定要记得把袖口挽起来 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小的细节 但非常的重要 随便挽就可以了 不用挽得特别的整齐 加上这些穿搭的小心思 是不是这件衬衫穿搭身的效果也会更加的时髦干练一些呢 如果你是身材比较丰满的女生呢 比起我身上这样的棉质衬衫 我会更加推荐像这样子的丝质的衬衫 这件衬衫是我去年还是前年淘到的一件中古的真丝衬衫 这样子材质的白衬衫我个人觉得它的垂坠感会更好 然后对于你身体的修饰程度也会比棉质衬衫会更好一些 就简单来说就是更显瘦一点点吧 这样子丝质的白衬衫 它在气质上面也会更加适合搭配裙子 我特别喜欢在夏季的时候 把这样的衬衫当做一个防晒罩衫来穿 可以直接照在各种各样的裙子上面 因为它本身是白色的 然后对于内里裙子的颜色适配度也很高 但是这样子的丝质衬衫比起刚才的棉质衬衫 它就不是非常适合搭配丝巾 它会更适合搭配饰品一些 不过我觉得它对于饰品的适配度还是挺强的 就你可以根据自己的风格 搭配那种比较温柔的珍珠贝母类的项链 也可以搭配很酷很萨的大金链子 它都是可以消化得了的 那最后一个要来聊到的单品呢 肯定就是然后夏天一定一定会穿到的白T恤 然后我在整理我的T恤单品的时候 我偶然发现了一个反面例子 一定要来跟大家说一下 就是买T恤的时候 一定不要去买那种又透又眉型的T恤 不要觉得那样子会很透风 穿上身真的对你的身材修饰效果一点都没有 如果你怕热的话 你可以选那种就刚刚好能够盖住你肌肤的 不是特别透 但是布料有一定硬挺度的T恤 那还有一点呢 就是我挑选T恤的思路 是完全跟坦克背景反着的 我觉得透幅度越低的T恤显得越时髦 像我身上这件你看领口这边几乎没有透幅度 但是我觉得这样子的T恤版型 穿上身就非常的好看时髦 选T恤的时候 袖子一定要选宽松一点的 不要选那种刚刚好贴着你的手臂的 这样子的袖口呢 它对于你的这个拜拜肉 就是手臂这个肉比较多的地方 会有一定的修饰效果 但这个T恤的一个缺点 就是它对于脖子的修饰程度会差一些 那我自己的话呢还是会拿一个这样的丝巾 在这里绑一个填字结 这样简单绑一下 让大家的视觉中心往下 这样子就会显得你的脖子比较修长一些 如果说觉得还不够的话 在这里再放一个墨镜 这样子是不是比你单穿一个T恤 要看起来时髦很多 那不绑丝巾的话呢 我夏天的时候更喜欢这样子 把这个T恤拉出来的后 在这里绑一个结 如果你怕固定不牢的话 你可以在这个结的里面这里 再用一个皮筋固定一下 但是一般来说绑得紧的话 其实还好 让我给它稍微的整理一下 在这里再带一个项链 带一个粗一点的 像这样子稍微夸张一点的项链 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你想要让整体穿搭 看起来更加精神一点的话 一定要记得把袖子挖起来 我跟你们说袖子真的非常的重要 加上这些穿搭的小心思 是不是整个T恤看起来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再搭配一条板大的短裤 一双比较时髦的凉鞋 然后再背上一个法式的那种腋下包 是不是 整套夏天的穿搭就非常的完整了 如果说你不想要在配置上面花太多心思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像这样子的印花梯 这印花梯其实它不是那种非常复杂的 就印什么人头一大堆什么的 它的配色我非常的喜欢 但是元素又非常的简单 整体的气质还是这种比较随性自然一点的这种感觉 但它比起刚才的白T恤就不太需要你花太多的心思 去增加它的时髦感 就单穿其实就非常好看了 这件的版型我自己非常喜欢 我觉得它对于你手臂的白白肉啊 或者肚子上的醉肉啊 这种它的修饰程度应该都会蛮好的 但是如果说你是胸大女孩子的话 这件T恤可能就不太适合你 因为我一直觉得胸大女孩子确实不太好买T恤 如果说你怕显得胖 然后你又一定要穿T恤的话 我会比较建议你去选那种豆腐度比较高 然后比较紧身的就突出你本身身材优势的T恤 像这样的宽大的T恤穿上去之后呢 就会很像一个行走的水桶 因为你的侧面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厚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越宽大的衣服 它越要里面空淡淡一点才会比较好看 如果你把它填满了就没有那种感觉了 你知道吗 到这里今天的视频就差不多要结束了 那最后想要跟大家说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觉得基础单品怎么穿 这个东西是穿搭的底层逻辑 大家一定要懂 但是千万千万不要被它限制住了 自己对于美的表达 像我自己平常是很少说 从头到脚都只穿基础类的单品的 我更多是把基础类的单品 和一些我自己觉得很有意思 很有设计感的单品混搭在一起 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就跟美术生的基本工艺啊 你要懂你要明白你要会 你才能够在此基础上面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但是绝对绝对不要被它限制住哦 希望视频前你们都能够找到自己适合的风格 这个也是我当时开始做这个基础系列的一个初衷 那也希望今天这个视频真的能够对你有所帮助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 记得给我点赞 那我们就下个视频再见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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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